若你想了解一座城市真实的模样,一定要亲自去街道上走走,看清晨十分阳光扫过街道,看傍晚十分矮霞沉落屋顶,看夜晚十分热闹的街道慢慢沉睡,在生活忙碌的现在,用脚步去照亮一条街道的模样,显得尤为奢侈。 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,我和花花看识了传闻中的时间头,时间头是长沙少有的,用数字开头的老街,乍一听还以为是时间头,这条街南起文昌阁,卑职幸福桥,幸福桥,圆明,福寿桥,本是老长沙北交时间头上的一座便桥,现在见,桥金不在,仅仅留下了同音的地名,和一样停滞不前的老时光。 老时光,时间头里少有车辆经过,狭长的巷子两边,是清一色的寿长两层小楼,紧紧挨在一起,像勾搂着杯的老人,小楼里藏着个故事,那是老一辈长沙人才知道的。 1938年一场文昔大火让长沙城几乎毁于一旦,坚强的市民以最快的速度重建了这个城市,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生活,他们就地取材,用竹木材料筑起简陋的支笔子墙,再以粉刷摇身仪变成崭新的房子。 那时候,时间头里这种竹木老屋,便集了长沙大街小巷,直到城区重新建设,一些老街老巷,被重点保护修缮,新的单元楼修建起来。 这种竹木老屋,才渐渐从历史的舞台上吞噬,满是斑驳的红墨窗,红墨门,和不抗风的支笔子墙,就这么一落在了这条老街上,默默藏着这座城市曾经的伤痕,除了有特色的建筑风格,在这条老街,还有一个不可移动文物,竹一堂公馆。 竹一堂是长沙市重点保护历史旧宅,是1935年任李清曾与丹仙林,任陪臣,任毕是真美,夫妇作为公馆。 说到丹仙林老先生,当年他是湖南有名的中医,他的住宅就是他的诊所,每天上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,方间流传许多有关他的故事,是我们这一辈的人不曾听过的,时间头仿佛从城市的发展中逃脱, 意外保留着这些历史的痕迹,而街上发生的故事渐渐化为云烟,不再被人提起。 小生活,管入箱子深处,偶有野猫路过脚边,或是霸道了的站着路口,或是迎然刺得的晒太阳,颇有街道主人的风范。 院子里的小女孩穿着爸爸的拖鞋,来着水瓶当话筒跟猫猫说话,喂,你听得到吗? 在孩子们的眼里,大地就能成为游乐场,晴晴就是好天气,埋神路上他们脱了鞋子光脚跑,跟爷爷奶奶隔着一扇门玩躲猫猫。 在这样的老巷里,祖林幼舍挨得很近,每家孩子们都是彼此的好朋友,等中午十分一到,每家每户的窗口,都挑来了不同的菜箱。 这家是青椒肉丝,那家是红烧排骨,然后大人们扯着嗓子喊一句,别玩了,回家吃饭。 小朋友们一摸缝地散了,约定着下午再见,小巷里悠闲的时光像膨胀的海绵,把人包裹其中,让人突然卸下一身疲惫,安安静静地走向一段无聊的路。 从窗边缠出来的杂草,路边不知谁家筛的一溜鞋子,被大风吹得鼓起的床单,在路上乱跑的母鸡,破旧带差的房子,都是时间头最常见的风景。 原来现在真的有人不像我们一样,一醒来就先看手机有没有新消息,关注时尚八卦,不停刷着微博上的新鲜事。 时间头不是解放戏,没有娱乐之死的年轻人精神,生活在这儿的都是不得不留下,或是懒在走的人,没有太多惊奇的故事,没有太多不平凡,仅仅关注自己的小生活。 老街就像一弯安静的琥珀,风吹过,树叶沙沙,才感受到时光的褶皱,一座座的高楼建起来了,一个个人走出去了,楼与楼之间越隔越远,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远。 当我们开始享受精致的生活后,就很难让时间慢下来,好好去感受一次清晨和运落。 老街的时光是温柔的,也是陈旧的,这里不会是年轻人驻足的港湾,但能成为让你回想起过去的地方。 在没有尽头的时间流逝中,慢慢行走,寻找你在忙碌中丢掉的那片刻田径。 出品,头等传媒十分传播。 主编,李正峰,摄影设计,将赛换爱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